Hello大家好,我是秋实 咱们今天视频的关键词是真相和立场 从香港回来以后呢,我为很多部门约谈 尤其是负责管政治形态的警官 他们最喜欢问的就是 秋实你是什么观点,你支持谁 我说香港的问题非常复杂 建制派有他们的诉求,有他们的观点 而万民主派,他们是用四五十个不同的小组织组成 每个组织有不同的这种诉求 他说这个不重要,我就问你支持什么 你什么态度,你什么立场 我说我就去了四天就被拽过来了 很多问题我没有调查清楚 尤其是香港人的福利到底怎么样 他们是不是真的生活很困难 他们的地产问题 还有那帮打砸抢了小兔崽了 他们到底是有组织的还是自发的 他们有没有受西方势力的指使 这些问题我还没调查清楚 他说这个不重要,我就问你支持什么 我就问你的立场 我就发现了,没人关心真相 所有人都只关心我的立场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 真相好像一点都不重要 只关心你支持什么 你要站在哪一队 这样我想起了当年我爷爷对我的教育 那时候我刚考上大学 我爷爷给我打电话 说秋实啊,你上大学了 你赶紧写入党申请书 要积极要求入党啊 我说啊,什么啊 你必须要求入党 你不想入党 你也得要求入党 你得写入党申请书 你要求入党,党可以不要你 但是你不可以说你不想入党 你不想入党是啥意思 你是对党有看法啊 你对党不满意啊 我说没有啊 没有呢,你为什么不要求入党 我告诉你 在党的世界观当中 这世上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支持共产党 一种是反对共产党的人 没有中间派 中间派就是危险派 因为中间派具备隐蔽性 具备欺骗性 它的危险性更大 所以你必须坚定的表明的立场 积极的要求加入党组 要求进步 这就是我爷爷交给我 咱们今天来听他们当时的这些观点 会觉得有点可笑 有点幼稚好吧 不是支持就是反对 非黑即白,二元对立 这世上哪有这么简单的事啊 但是我担心的是 我爷爷虽然已经走了几年 但像我爷爷这样 接受过这种教育的人 其实现在还有很多 这些老人家 可能在咱们的党政机关当中 已经在处于一种领导干部的地位 我有点担心 咱们的这些老领导 老干部老爷爷 是不是还保持着这样的价值观 不是支持就是反对 是不是依然是这样 其实好像有人问你 你喜欢吃水煮鱼吗 我说还行 那你是支持水煮鱼 还是反对水煮鱼 不至于对吧 现在今天真的是 开始出现越来越多这样的情况 不追求真相 只表明立场 在没有事实判断的情况下 直接在那阐释自己的价值判断 坚定的支持 坚定的拥护 但你为他为什么坚定的支持 他根本说不上来 我最烦的一种人就是 你跟他说你见到了什么 你发现了什么 他不听 你问我说这个 我不用听为止 我不用看为止 我不用去为止 不用听 不用看 你也知道 你咋那么牛逼呢 未卜先知 你是有超能力 是咋的 有的人真的是可以把眼睛蒙上 把耳朵堵上 然后有着坚定的立场 根本不关心真相 有的人会说 秋实你为啥那么较真啊 你为啥非要追求个真相啊 我说没办法 这是我的职业病啊 我是律师啊 原告说他给钱了 被告说他没拿到钱 但他说明他们两个当中 一定有一个人撒谎 而真相只有一个 查明真相就是我们的责任 民事案件 真相关乎财产 刑事案件 真相关乎生死 你动不动 差不多的行了 糊里糊涂的 你这边要命啊 所以今天我一直在呼吁 我们能不能唤醒 当年我们所接受的教育 党其实一直在教育我们 要讲实事求是 要以事实为意境 以法律为准生 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 所以这些优良的传统 是不是我们今天 依旧能够可以把它唤醒 我们总说 有一些无知的 不明真相的群众 很容易被怂恿和利用 我很担心 我们是否存在一些 不明真相的领导干部 是不是也很容易 被怂恿和利用 我记得马云曾经说过一句话 说这世界上绝大多数人 是因为看见才相信 而只有很少一部分人 是因为相信才看见 我觉得这话说的 其实挺不足的 没有看见就能相信 这是很坚定的一种信念 就比如说 有的人看不见共产者 但依然相信共产者的存在 有的人看不见上帝 但依然相信上帝 这就是信念 这是信仰 这很好的没问题 但这世界上 是不是也应该容忍一种人 像我们这样 我看不见上帝 我就不相信上帝的存在 就算上帝站在我面前 我也会怀疑一下 他是不是cosplay的 拥有质疑精神的人 在今天的社会当中 是不是也应该有他生存的空间 咱们今天暂解不论 追求真相和坚定信仰 数高数低 数对数错 我们只期望 今天追求信仰的人 和追求真相的人 能够有一个平等的生存空间 让我们携手 共同的来把这个国家建设的更好 我是秋实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